肺呀 得到改善 那脾呢 是脾土 是胚土生金 这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丈夫相关 他这个思路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的一种反应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一案 有一位富家小姐 年纪十七八岁 得了一种违避症 四肢不能动作 吃喝不能自理 不能说话 眼睛直呆呆地瞪着 妈妈真是心疼得不得了 家人请来许多医生 都没办法治 最后请来隔壳酒医生 葛医生来到小姐的闺房 一进门便笑了 说 如果在这样的地方 这病的确没法治 说完 立即叫丫鬟把小姐房里的化妆品 香包 香袋等含有香料的物品 统统清理出去 接着 叫家人把房内的地板拆去 在土地上挖了一个坑 然后把小姐抬放到坑里坐着 关上门 叮嘱家人说 等到小姐手脚动了 发出声音 立即告诉我 过了挺长一段时间 小姐的手脚有了知觉 渐渐可以活动了 他喊叫起来 娘 娘 葛医生只投药一碗 告诉家人 明天小姐就可以离开土坑了 葛医生说 这位小姐平时嗜好香味 超过了一定限度后 皮就被香气所侵蚀 造成了小姐的伪症 清代余震 为这个疑案写了暗语 他写道 香 本来属于皮的气息 怎么又会伤害皮呢 可见 香虽能开窍 但香到极限时 猪翘大胎 脉缓了 筋也松弛了 关节身体都软了 所以眼睛发直 不能进食 土为百物之母 四肢百孩得到土气 则生机可以恢复 这也是智伪读取杨明的意思 医学心理学 在西方的历史并不长 与之相关联的是几位赫赫有名的名字 弗洛伊德 荣格等 在弗洛伊德飞升世界的两千多年前 中国人已经以他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沉默填淡的面容 做出了系统完备深刻 且极富操作性的医学心理学表述 这个表述至今仍在《皇帝内经》中闪烁着不灭的智慧之光 《皇帝内经》关于医学心理学的论述 不仅涉及面广 而且具体 对心理因素 与人体生理 病理 诊断 治疗和预防的关系 做了精彩绝伦的总结 给人类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姚落秋为气 凄凉多怨情 啼哭香水竹 哭坏 气凉成 这是魏晋时代著名诗人 语姓的诗 诗中 啼哭香水竹一句 指的是顺帝南巡病死在苍武之山 他的两个妃子 鹅黄和女鹰得到消息后 站在湘江边 遥望苍武山而哭泣 眼泪洒在江边的竹上 点点滴滴 竟化为斑纹 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斑竹 又叫香妃竹 顺又称于顺五帝之一 姚帝的继承人 关于顺帝的记载最早建于尚书 据尚书记载 顺是位大德之人 姚帝曾多方面对他进行了考察 尤其在孝树二字上 最后 姚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 鹅黄和女鹰 同时取配给顺 据记载 顺南巡的时候 年龄已过百岁 他已百岁之身 还要最后尽自己作为领袖的一份责任 这种精神的确值得承道 圣驾崩于苍武山 对鹅黄女鹰造成了最致命的打击 当一个人悲痛达到极致 便是精神的全面崩溃 而精神彻底崩溃之时 意味着生命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鹅黄女鹰哭死的根本原因 远别离 古有黄鹰之二女 乃在洞庭之南 萧香之谱 这是唐代大师任李白的诗句 黄鹰二女香竹类的故事 世代相传 尤为历代文人所反复吟唱 杜甫有识 李白有诗 洞庭西望处将分 水尽南天不见云 日落长沙秋色远 不知休息 调香君 大概人们比较熟悉的 是唐代诗人刘雨昕的词 萧香神 刘雨昕唐代文学家 著名诗人 作为文学泰斗的刘雨昕 人们比较熟悉 可是 作为医学家的刘雨昕 知道的人便不多了 刘雨昕自幼多病 常看病吃药 所以对医药颇有心得 三十年持之以恒 碎成良医 家人有病 部分老幼都亲自诊苗 他曾经奉赵 参加编撰 本草和经方 著有传信方爱卷 可见他当时在医学界的位置 大概正因为刘雨昕精通医理 明白人的情感活动 与人生命的关系 所以他的诗 萧香神 读起来 才会有一种 非同凡响的感觉 丹竹之 丹竹之 泪痕点点 记相思 楚客欲听 瑶瑟愿 萧香深夜 欲明时 萧香一曲 丹竹泪 一首首诗词 听来使人动容 使人叹息不止 其实 早在俄黄女婴之前 中国的医学圣贤们 便已注意到 人的异常情绪 对人生命造成的伤害 二非殉情的古老传说 不仅牵动了诗人的情感 他还深深地刺激了 中国医学圣贤的心灵 他们思索追问 年年岁岁 寒灯苦云 冷月清风 当东方的地平线 翻出第一抹晨曦的时候 他们终于发现了 生命的一个重大真理 皇帝问齐伯 天地的运转 阴阳的变化 与万物 与人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齐伯回答 问得好 天给人吸入武器 地给人食入武位 武器有鼻吸入 藏于心肺 它使人面容气色美好 嗓音响亮 武位有口食入 藏于肠胃 武位养武器 武器相合产生精液 由精液产生了精神 皇帝内经指出 人有武藏化武器 以生喜怒悲悠恐 明确说明了心理与生理的关系 即 先有作为生理基础的武藏 然后才有喜怒悲悠恐 情志的活动 指出心理是生理活动的结果 生理机制是心理活动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精神活动 按中医理论看 它是和武藏密切相关的 刚才说的那叫武智 神魂魄一智 还有七情 叫喜怒悠思悲恐惊 那么简化叫喜怒悲悠恐 化成五个 喜属心 怒属肝 悲属于肺 忧思 忧愁思虑 属于疲 恐惧属于肾 精神性的疾病 这些现象都有 有的好玩 有的好悲伤 没有没了的哭泣 是吧 有的就是沉闷不语 谁也不理 是吧 有的无端的恐惧 无端的恐惧 这种病态 其实这个看来 按中医根据这些表现 进行综合分析 都可以按武藏来分类 再辨别它是属于哪一脏的 是属于有鱼 叫做食 是属于孤足 叫做虚 是属于虚 还是有热 还是有寒 人呢 就辨别五脏的虚实含肉 来治疗精神性的疾病 我们知道 人的意志思虑等 出自人的大脑 中医学认为 脑为随海 其根本 却在于肾 而脑的活动 又有赖于 心 攻击脑 所需的血液 和氧气 因此 肾与心 对大脑 产生的影响 不言而喻 这正是皇帝内经 论情质 不离五脏的道理所在 皇帝内经认为 心是主宰人的心理活动的主要脏器 人的脏腑中 与心理活动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心 实际上 它概括了现代医学所指大脑的主要功能 由于心为五脏六腑之主 所以心在情治治病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皇帝内经指出 悲哀愁忧则心动 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心藏神 肺藏魄 肝藏魂 脾藏意 肾藏志 张子和路过博州的时候 遇见一个妇女得了一种笑病 即无缘无故的嬉笑不止 已经有半年时间了 请了许多医生给予治疗 均无疗效 众医生无能为力 张子和诊断后 他用成块的盐 以火烧红 放冷后 盐细 又以河水一大碗 将盐三两 倒入水中 一起煎熬 然后放温后 给妇女喝下 接着用投钗 伸进妇女喉中 令她呕吐 吐出热痰五声 最后 再给妇女服用火剂 火煮苦 是解毒汤 没过多久 妇女的笑便止住了 张子和说 内经指出 神有余 则笑不休 所谓神 即心火 该妇女的病 就是心火太过造成的 傅维康先生指出 人的心理活动 是整个人体的一种机能 故内经认为 喜怒忧思悲恐惊 七种情质活动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 是人体对外界事物的反应 为正常的心理现象 它们不仅不会引起疾病 还有利于脏腑的功能活动 对于防御疾病 保持健康是有益的 如 喜能缓和紧张情绪 使心气畅达 气血调和 怒有发泄之意 微怒能帮助肝气疏泄 防止气血 预滞等等 因此 皇帝内经的医学心理学理论 首先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 便是五脏的病变 可以导致精神病变 而对这类精神病治疗 就不是从大脑 而是要从五脏入手了 这是中医临床的 一个极其神妙的部分 在我们还未接触皇帝内经的时候 根本无法想象 精神方面的疾病 竟会与五脏密切相关 也无法想象 中医治疗精神病变 竟是从调理五脏开始的 一个妇女忽然常常 无缘无故地哭泣不止 有的人说 她是中了鬼邪 于是家人画符祈祷 还请来了巫师做法 但是都没有效果 家人只得请许医生前来诊治 许医生说 皇帝内经中说 废与悲相关 医生张仲景的金窥要略 有一段话说 妇人葬造 悲伤哭泣 向有神灵作怪 甘脉大灶汤煮之 张仲景的这个方子 以补皮而达到治肺的目的 即补土生金 补皮以调理肺 肺调理好了 妇人哭泣不止的病 自然也就好了 一个小女孩 15岁 患心疾病 经常觉得有人要抓她 想躲也躲不掉 母亲整天把她紧紧的抱在怀里 又有几个丫鬟保护在周围 她仍然是恐惧不安 由此 不能正常睡眠 一家人弄得日夜不能安宁 陆续请来几个医生 都认为是心病 用安神丸 振心丸 四物汤等药治疗 没有任何疗效 值得另请名医汪石山 汪医生来后 仔细诊脉 发现女孩脉细弱 并且缓慢 又仔细询问了女孩的病状 汪医生说 这是胆病 接着 汪医生用温胆汤药剂 给女孩服用 女孩服药后 很快就安稳了 从这个病例我们看到 小女孩出现的精神疾病的病状 而原因却是由于胆病引起的 这个女孩子 十七岁的女孩子姓盛啊 就盛给了盛 什么症状呢 这一年来呀 不能学习 闭门独处 把窗户关上 门关上 窗帘还得拉上 拉完之后呢 还有时候对外骂 自己到屋里还骂人 骂完了之后呢 就自己唱歌 高声唱 低声唱啊 隐抗高歌 低音慢唱 那不停的 妈妈叫 爸爸叫 都不在里的 一天反正到时候凑合吃一点饭 就这么一年了 领到医院诊断的 精神病院 给他诊断的呢 叫青春期 精神分裂 当问到病人的时候呢 他有的时候也还清醒了 他不是老是糊涂状态 他也可以跟病人讲 他也可以把他的病情 向别人讲 向医生谈 那么他说呢 有人在窗外的骂他 所以呢 我也就骂 其实这是一种幻听现象 他听到有人骂 他就对着骂 再有呢 他自己还会说 我老想唱歌 再有呢 他说小便疼 小便疼 其实问他为什么 最后才清楚 是会音处啊 会音部啊 他有这个幻触 幻觉啊 有幻视幻听幻触 他老感觉有人摸他 有人碰着 所以他感到会音部疼痛 这个情况啊 妈妈还向我介绍一种情况 说出了这个观生门待着呢 哥哥的同学一来 他就开开门 说又烧茶 又滴烟 又倒茶 要倒水 妈妈话说 叫表情活跃 看见哥哥来的同学 就高兴 其实哥的同学 都是男孩子 还有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情况 他该怎么治疗呢 我在用一般的治疗 精神分裂的中药方的基础上 考虑到他这个特点 就加了解脾的药 五脏 肝心脾肺肾 解脾的药 为什么要解脾呢 除了舌苔偏红 脉象偏硕 跳得快之外 有热的现象之外 他有脾脏的这个症状 那么按照中医的理论 按照我们内经的理论 脾藏意 意就是意念嘛 人到青春期啊 其实在心理学 生理学都有这种现象 叫做异性爱好的倾向性 十六七岁的孩子都喜欢异性 但是一般的孩子呢 人家都能把这个意思藏住 特别女孩子 还得端着点吧 她一皮有病了 她这点意 她藏不住 所以看着男孩子就来兴趣 人家一走了 他就关上门不理 别人了就 这是不能诚意 内经理论里边呢 还有一个脾在身为歌 唱歌啊 正常人我们唱唱歌 那么按中医理论来说 有好处 叫行脾 工作一天 学一天 很紧张 大家娱乐娱乐唱唱歌 脾气一心 一心旺 一浪胜 香旺好啊 吃饭香嘛 但是如果是有事没事的就唱歌 这就是精神性的疾病 精神性疾病按中医怎么划分呢 那么这类情况 中医也把它挂在到脾上去了 所以又有一些精神症状 又有脾不藏意 这样的异性就过度的兴奋 又有想唱歌 这都是病在脾上的表现 再加上它有肉 所以就用蟹脾热的方法 这个病人 17岁的中学生 有了一年不能上学了 因为这个病 大概我给它调治了 也有两个月 恢复健康了 上学去了 一位女青年 经期发狂 类似精神病 目光如电 举止躁动 语言失常 蛇至红子 刘老诊后认为 这是由于血阶下胶 而引起的病症 用桃仁成气汤一剂 女青年的病重减轻 第二剂 女青年病育 一位姓黄女士 37岁 患者自1985年4月 出现睡眠差 不爱讲话 不愿见人 经常无缘无故的哭泣 呕吐腹泻 思维迟钝 不想上班 某精神病院给他以阿米提林治疗 同年11月 同年11月开始兴奋 话特别多 讲得不停 睡眠少 自觉精力充沛 爱管闲事 本来他不会打乒乓球 见人打球 却上前去指导 爱花钱 喜欢逛商店 他一会哭 一会笑 精神病院诊断为 躁郁症双向性 轻躁狂状态 给他服用 妥名当 碳酸锂等药物治疗 病人的发病规律为 春季抑郁不语 秋季开始兴奋多化 西药使用 随病情改变而改换 到王教授处就诊时 正值春季的抑郁状态 他沉默不语 一开口便呼气不止 想自杀 王教授诊断为 肝胆气愈 痰热内饶 治疗用输泻肝胆 清热化痰的药物 给予柴陵温胆汤加味 每周六剂 连服六周 病人症状逐渐减轻 再服用二十剂后 病人痊愈 在清除了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后 我们将进入医学心理学最重要的部分 这就是心理与病理的关系 请注意 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应当知晓的基本生命道理 因为 它随时会在你的面前发生 它始终缠绕你 它伴随你 在漫漫人生之途跋涉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